今天的辩题是 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不合时宜 对赛双方正方保良局百周年李肖中纪念中学 反方香港华人书院 我现在介绍双方的辩元 正方主辩大师行同学 正方主辩正方一副大俊哲同学 正方二副大泳情同学 正方结辩荣雅林同学 反方李俊逸同学 一副黎展逊同学 二副范玉琪同学 结辩蔡明天同学 好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三位评判帮手评分 首先是纳沙书院中文辩论队前队长谭仲伦先生 谢谢 第二位是加密卓语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 王文杰老师 最后一位是纳沙书院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 谢谢三位 好那今天的比赛就是重简 就是4334中间有台上发问一次 之后有台下发问两次 好在计时方面 总之呢 叮一响的时候我会有这个示意的 两响的时候有这个示意 大家记住要留意我会尽量有人肉的声音 但是有时原来人肉钉都会被封 所以大家都留意自己留意营博 好如果双方没有特别问题 再问一次 请问在座所有评估或者正反双方有没有问题 好如果没有我现在正式宣布今天比赛开始 首先有请正方主任,你有4分钟的时间 示威示威,有没有听不听得清楚? 好,非常清楚,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可以,大家好,今年7月,东华三院黄福南中学的中午学生 因为被校方指头发过场,才被记忆缺点,再被警告停顾 他认为涉及性别歧视,就要平机会投诉 于是乎,学校发禁事口过时,再次成为焦点 怪再次,因为类似的争议经常都有 上年,牵涉为一间中学的男生,同样因为法律问题 被罚不准在过室上网,只可以在医疗室上网过 其实女生是受影响的,有些女校好像是姓保祿中学 曾经要求那些不肯留长头发的学生 叫假发班 假发会说,发禁,有松有敏 但无论是松紧,都属于校规,都遵从三大的不质 就是强行,或一,或惩罚 我都明白,为知道学生行为,校规有存在价值 但今天面题是讨论发禁 我们要审视的,是将强行、或一这些标准扣到三大人 而且做不到就不需要受罚 那这样的审法和力度又是否不合时呢 恒量标准在于一个辨词,要是时代价值 社会法律、大陆地念都已改变 唯独是法禁不变,那就是不合时的 好,先讲时代价值 不要以为只有大中华地区才讲法禁 事实上,欧美学校一样有法禁 但近年反法禁的趋势明显越来越远 先有英美等国近年立法,将法禁视作为歧视 连一向未知社会风险保守的韩国和日本 都分别在2019年,今年废除外国法禁 跟香港一样是华人社会的台湾 更加已经废除了法禁20年了 与之相比,香港学校实施法禁数十年少有检讨,已终现落合 最后一步分析,以前觉得法禁可接受 只要因为大家习惯将学生视为华学整体一部分 一入校门深刺海,华有权向学生施任何程度的管教 但世界变了,现今世界是称赦年为独立个体 学生无论是出于性别、倾向、宗教、定种族等的原因 都拥有权去展示代表个人身份、价值的法律 因此各国才有改变 反观香港一成不变,无意于继续拥抱忽视学生个体 在不愿尊重多元的过程之后,为什么不是不合适呢? 第二,讲社会价值,法禁甚至不能够与法律价值同步 难道理此,中生法院在审理卓奥长毛的前立 法官原谅公布成交出一案的时候 五位法官就一致裁定 成交处要求男就弹必须短法 是缺乏你的差别过源,违反性别歧视条例 第二,认为社会缩影、培训社会未来动良的学校 就无视法律价值 继续是压实法禁明显又是不合适的 由此带到我方第三个角度 就是由教育理念出发,实施法禁 也是抵触现代的教育理念 翻查教育最新的指引 处处提倡的教育理念 法禁都不能符合 举个例子,在学校行政手册中的校工管理字中写 学校的政策、程序及日常运作均不得存在着任何形式的其次 再例如,在学生奋育工作指引中提到 要求校推行对教育意义的奋育策略 在制定校育的时候,应该全校参与 他们出照顾学生多样性 相反,法禁要求华一是巩固性别及喜好定义 反对多元,执行法禁,重归重懲罚 都是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 可见是不合时的 好了,最后想问一下右方 废除法禁是国际大势所出的 而航台都已经下潮了 究竟香港怎样落后于人才可以不跟着做 难道这样都不要不合时吗? 谢谢大家 好,3分52秒没有超时 接下来轮到反方主变 你也是有4分钟时间 试咪试咪试咪听到 好,非常清晰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主席、评判、助组各位大家好 法禁是指对于人的头发外形定立一定的限制 例如是不准烫头发、头发不可以过微等等 并且能够以惩罚作为不跟从的后果 领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研究助理教授 黎远山提到 头发和服装一样都是学校移用规则分的一部分 而世界上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程度形式的法禁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只讨论某一个地方的方案 或者某些措施适不适合套用在香港身上 而是我们更加根本地去审视 现时为香港充学生的头发切限制 在本质上合不合理 而衡量我们今天这条辩题 就是要视乎法禁究竟符不符合到教育局 学校行政搜册中校规的目标 包括培养学生的截律 以及建讨一个令教学能够有效进行的环境 而我方今天反对辩题 是基于法禁在现今香港的两个价值 第一,减少蓬佩间比较巩固学生身份 根据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里所指 青少年是非常注重自我形象 以及蓬佩认同 容易导致自尊不稳定 甚至自信不足的情况 台湾将法师范大学 辅导与资深学系的林幸竹助理教授也指出 低自尊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焦虑 而焦虑亦会对他的自信心有负面影响 进一步担心自己跟不上其他人 演变成自卑,形成了心理上一个恶性的循环 中学生正正处于这个阶段 能够代表潮流的发型 本身就已经容易成为比较的平台 甚至电碱、汤、头发 都会大显同学之间经济状况的差异 假如不存在法禁 将会进一步暴露中学生在盲目比较的漩渦之中 当学生的心理健康都失衡 又怎样能够有效学习呢? 评纪会的种族平等与校服指引中也列明 避免展示同学之间财富和潮流之间的差异 是对于他们的形象之间限制其中一个考量因素 所以如果学校明知学生在这方面都比较脆弱 但依然选择不作为的话 又能不能够尽到教育者的责感呢? 在头发作为校服一部分的潜接之下 根据一份由澳洲密考税大学 市场及管理学系发表的研究集演示 穿校服的学生在成绩、出行率和纪律 都比不穿校服的学生高 成为一套整洁的校服和移用 是有助改善学校的纪律 甚至也有助他们的学业成绩 所以好像不给电碱、汤、头发等等的法金 在现今香港中学担任的角色 就是可以令学生维持一个自然、简单、整洁的形状 保持坡素 减少他们因为追随依着潮流 而作出比较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不来影响 从客观环境以及学生内心两方面 都会帮助将学校建构成一个更能够 令他们专注学习的环境 二、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含着未来在社会的需要 亚洲协会高级顾问Bivian Stadward指出 二十一世纪学校工作 政策就是缩少社会和青少年之间的差距 成为自博两者的桥内 透过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 为学生踏入社会做好准备 而在现今的香港社会里面 可能是法律或是不同公司里面的规则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受到某些社会规范所限制 换言之,要在这个社会生活 所有人都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自律和服从 而学校就有责任 透过要求学生遵守规则 去培养他们这方面的素质 令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研究也指出 学校的制度 其实就是要针对学生的行为建立框架 同时也要保障他们在框架之下享有的自由 而对于香港中学生的法金 从来都不是要像北韩那样指定他们要展谋多久的法刑 我们甚至看回今天我们香港入法针的学校 都不是要求所有人要有着一模一样的法刑 法针的限制在里面依然也保留到学生应该要有的 可见法针除了强化学生未来的纪录性 同时也可以令学生明白制度之下的空间 相对不提供任何指引和界线 可以为他们未来做准备 由此可见 法针在今时今日的学校依然有存在的必要 因此今天的变态绝不成立 多谢各位 应该听到钟声的 是有超时的 4分18秒 超时3秒 需要扣分 我应该没有叮错 是有提过叮 还有也有提过叮 好 接着下来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台上发问 要几分 3分 是了 请在分子打个三次 不需要打负 打个三次就可以了 麻烦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错 5分 应该不够5秒都够5分 应该打个五次 不好意思 他们超时3秒 但是够5分 不好意思 说错了 好 接着下来轮到台上发问的环节 根据发言事实 首先是正方任何一位辩元 向反方提出一个问题 反方的主辩提出一个问题 发言 准备和回答的时间都是1分钟 如果准备好请正方 你有一分钟 不清楚 不清楚 有什么事情 好 现在OK了 好 我再试一次 现在这样可以清楚一点 非常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各位大家好 听人有方同学整条主线 基本上两大论点 第一个跟我们说 客观环境 和学生心态 就会令他们产生比较心态 还有第二个是教授正学价值观 但其实我方主辩已经说了 今天说的法禁 不单止有方同学所说的电影堂 还有流长短法的规限 有方同学整天主辩从来没有提过 法禁是关键短法事 究竟有方认为长短法 是不是法禁的一种 更何况 今天有方同学都会说 正学价值观 正学价值观有方自己都会说 是根据法律 而我方同学说 法律正正是违反性别歧视条例 你限制人长短法 这件事就想问有方 你这条法禁 违反了香港的法律价值 请问这件事是否不合时宜 因为有方认为这个对比 原来就是合乎时宜 谢谢各位 好 反方有1分钟准备 开始 请问候 请问有点赞 能够的 有点赞 行 有点赞 可以 用 有点赞 行 请反方主便回答 请反方主便回答 好,非常清楚,可以开始 主持评判作者,各位大家好 首先让我回应一刻有分同学说到 刚才有分同学拿过梁国雄的案件作为比较 我们今天不承认用这个案件作为比较 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香港的中学 并不是监狱 所以这个比喻是不能够适用的 讲到有分同学,讲到长短法方面的问题 其实长短法在法阁里的规范其实并不是一个性别歧视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规范 其实离不开也是下规业其中一个目标 其实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习到 要在一个有规范的地方 即有框架之下都要学习 如何在社会里面有不同的规则都要守到 因此我方认为 彭短法其实并不构成一个性别歧视 多谢各位 好,53秒 接着轮到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 向正方的主辩题目 好,非常清楚,可以开始 主席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方今天承认在香港上执行法禁 的确有可能会出现针对性别,种族和宗教的歧视情况 但我们也可以透过豁免这些受影响的人 在执行法禁的同事,也可以照顾到他们的需要 如果这些在操作上的漏洞可以被堵塞的话 但有方依然坚持取消法禁 那是否代表日后以后在学校里面 只有一个学生的需要和校规对冲 我们就去取消那条校规呢?多谢各位 好,一分钟时间,正方准备 正方准备 正方准备 请不吝点赞 好,時間到,請正方主便回答 請問聽是否聽得清楚 好,因為是否少少忙的,多一個會否好些 再說一次,現在清楚很多 好,準備好,現在可以開始 大家好,首先我要回應有方,不是的 請有方留意遍題字眼 因為我們討論的不是應否取消法禁 而是法禁這個規則是否不合適 同時也感謝有方為我們達成同識 並且贊成我們的特點 就是這個法禁會造成性別 而是種族甚至宗教的歧視 所以想像一下有方 究竟一條歧視性的法例是否不合適 存在在香港這個社會 多謝大家 好,37秒 接下來我們回到正方一副的環節 有請正方一副同學 你將會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去到兩分半鐘我會有叮一項提示 正式結束的時候會叮叮兩項 請問清楚 好,非常清楚 現在可以開始 各位大家好 其實剛剛有方和台上都已經承認了 正如我方台上這樣說 我們達成共識 有方和台上都認同 今天有方自己所說的變題討論是本質 有方自己也承認了 這個法禁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在歧視別人 所以就這樣有方和台上 一條本質是歧視別人的規例 究竟在香港現今的社會來說 是否不合適 反正有方一副正面回應 更何況今天我方主編 其實最後一條問題是有方同學 今天整個世界都已經是出向開放 但是香港依然是落後 為何這樣不是不合事宜 否則那什麼才是不合事宜 有方同學的答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不能用某一個地方來作類比 所以要看回香港本身 但問題在於今天講到香港的狀況 為何有方不等待 香港和世界上是處於什麼地位 難得有方認為 香港不需要和世界接軌 不需要融合在世界社會裡面嗎 好像我方主編這樣跟他講 無論是歐美還是韓台 現在都是一個秉氣感 法禁的趨勢 但香港仍然存有法禁 而這種時代脫節難度又不是不合時嗎 有方同學又不肯答 更何況這不是某一個地方 有方留意 這是世界趨勢 或者有方同學可能會質疑我們盲目跟風 但故然不是別人做 所以我們做這個這麼留於表面的原因 重點是在於廢除法禁 是基於反歧視、反強迫、讓學生選擇 這三大普世價值之上 香港中學繼續實施法禁 主張強行或一懲罰 只會和普世價值完全脫軌 有方同學認為就不需要理會了 究竟是覺得世界推崇 現在反歧視、反強迫 令學生選擇這個普世價值是不合時的 還是香港正在追求 令香港故步治風這個做法 才叫做有方同學眼中的順應發展 符合潮流 更何況有方同學總結你們的主線 其實有一大重點 其實有方同學認為香港的風氣 依然是落後的 依然是保守的 而基於這樣的原因 就產生兩大論點 有方同學說學生會有比較生態 所以法禁一旦取消 就令學生會有攀比 但問題是 今天這個所謂的攀比心態 到底是錯誤錯誤發禁 還是學生本身的心態身上呢 即使今天的重點不是在於發禁 簡單來說 就像一支筆一樣 其實學生都可能會攀比 如果是這樣 為了避免攀比心態 那你是不是有分同學認為 這隻鞋是什麼牌子 蜜有幾長什麼顏色 然後衣服是什麼牌子 甚至乎那支筆多少錢 全部都要限制 限制拍禁 不會有攀比心態 這就是你所想的 其次 今天有方同學第二個說 正確價值觀 正確價值觀 是跟他說什麼 有方同學又說不承認 梁國雄這法例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有方同學不承認 今天法律是說 是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但有方同學自己意見 權威法律 所以想有方同學先解釋 更何況 今天他在說整個性別歧視的時候 有方同學是否認為 整個這樣的原則 現在你在教學生 是應該性別歧視別人呢 這就是有方同學的正確價值觀 所以有方同學 凡請回答我的問題 多謝各位 好 3分07秒 接下來是反方的第一副件 你也是有3分鐘時間 2分半鐘的時候 會有叮一下提示 去到3分鐘會叮一下 好 好 可以 細聲了少少 好像可不可以 再講一次視頻 好 視頻聽清楚 好 現在清楚 請用這個聲量去發言 好 準備好 你現在開始 好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在台上不明白我們說什麼 我們是說如果有需要的 例如性別認同 又或者是例如有障礙 又或者是有種族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便豁免給他 我們看看性別認同有什麼定義 根據美國的精神醫學學會所說 要符合性別認同 就要有五大條件 首先就是要有跨性別的認同感 以及要在另一種文化上有更多的優勢 所以見到的是今天要應付這些所謂的歧視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可不可以撥面過去 但我們今天不是為了這一小說人 然後就跟我們 有方同學今天就是為了這一小說人跟我們說 整個法禁這個制度根本就是不適合 但不是這樣 我們不是為了這一小說人去讓步 然後有方同學今天又說 世界有很多地方已經解除了法禁 但有方同學今天先不要亂罵市聽 其實現在是有很多法律是沒有了法禁這條條例 但不代表法禁不能行 有很多歐美的學校都依然有法禁 尤其是一些不同的私人學校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根本 連有前節都錯的時候 今天的編題根本就 今天就見到今天就不合事宜 然後再看今天有方同學帶了什麼例子 今天有方同學就講了三個弊處 首先是社會價值 然後就是教育價值 但是其實今天見到的是 首先講教育價值 今天見到的是原來根據澳洲的物校 稅大學市場及管理學系的發表研究講到 原來一套整潔的校服和儀用是有助改善學校的紀律 所以其實有方同學今天都會說 教育價值的確對於這間學校很重要 所以今天就見到校服等等 或者是頭髮一個整潔的時候 是對於今天學習有很大的重要 然後有方同學又說可能會有歧視 其實我方認同 法禁的確是可能好像其他客規一樣 是會有限制自由 但是法禁是不是代表不合時的東西 不是 加上再加上 學校可以為不同的種族、宗教和性別等等的原因 再出豁免的時候 根本我們今天是不是應該為了這一小說 跟我們說整個法禁都是無效呢 不是 再加上今天學校的校規 故身就不會涉及歧視的時候 今天有方同學根本就說不過去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我明白其實有方同學也是想為學生好 但是今天有方同學的憂慮根本就不會出現 甚至是可以豁免的 於是我們今天可以再看看法禁大日 正如我方認同的開篇所說 學校作為連接社會和未來的橋樑 我們要看的不僅是有多少學生不滿現時的校規 而是應該從根本去看 校規對於學生或者社會未來有多大的影響 既然校規可以培養出 既然校規可以培養出學生的自然和服從 更加令學生和社會的差距縮小的時候 可見法禁對學生有一大利利儲 到最後其實不難發現 今天有方同學對於法禁的態度就停留於 因為見到法禁可能會因為 有後面的影響的時候 所以整個法禁都不應該存在 但我們今天作為教育者的角色 是否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呢? 因為是我們今天退後一步 認清法禁的完美 想如何改善它 多謝各位 好,3分13秒 接下來是輪到正方第二負面 你同樣有三分鐘時間 兩分半鐘會有一丁提示 三分鐘會有丁丁兩下 好,請你保持一個大小小的聲量去說 看著螢幕就可以了 意思是電腦 看著電腦去說 好,準備好,可以開始 主席同盟作主,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個好笑 他出來跟我們說的標準是說 今天要看《辯提成直立》 是要看法禁的本質是否對 但是後來又說可以說豁免 如果你說到豁免 其實就不是討論它的本質 今天我們說的本質是什麼? 是法禁這件事情本身涉及其事 而不是因為那些人可能主動出櫃 或者他主動有這樣的需要 你才施者他同情他憐憫他這樣豁免 第二,有風和我今天混亂事聽 有風和我今天說法禁 只是包括電眼看 從來都是討論電眼看 但不要忘記法禁還有第二個好罪弱規則 就是限制長短法 而今天有風其實承認了長短法是涉及到性極其事 為什麼涉及呢? 因為根據梁國雄那宗案件的判詞 懲教主之所以說長短法的限制 觸發到性別歧視條例 是因為男監犯不能選擇頭髮的長度 而女監犯可以自行選擇頭髮的長度 這個同學校為什麼不是一個有效類比呢? 同樣是女學生就可以自己選擇長短法 但是男同學就不能選擇長短法 而今天法官的判詞怎麼說呢? 法官說今天懲教主所謂的普遍標準 就是限制男女囚犯的頭髮長度 和囚犯紀律和維持監獄紀律 是完全沒有任何合理的關聯 懲教主也提不出有效的證據 所以才牽涉這個性別歧視 同樣是學校 你今天說到要維持紀律培養子律 那你又可以說得出究竟限制長短法 如何和學校的紀律有何關聯呢? 今天我方一從世界角度論證了法禁是落後世界大勢 而從社會的角度論證了實行法禁是和現行的法例 即是性別歧視條例相抵觸 現在由我從學校角度出發 只信法禁如何違反香港的教育理念 教育局學校行政搜索裡面提到學生學習宗旨 是持守正面的價值觀和尊重社會上的多元性 但實施法禁有沒有做到以上呢?沒有 因為他等於跟同學說你有性別招侶是病來的 不關我的事的 沒有 因為他等於跟同學說你是沒有法義的表達自由的 可能有一方會想 其實你也不會流長法的 其實你也不會電影法的 那關你什麼事呢? 但好像正如有一方說 這個是一個本質的問題 今天你不做不代表你不接受 甚至排斥社會其他人做 而這個正正是因為我們受的教育 是要包容社會的多元性 要尊重家人的法義自由 所以有同學這個從來不是豁不豁免 從來不是你是不是想流長法的 而是你一個權利潛長頭法 以及你懂不懂得包容他人流長法的問題 所謂的解除法禁其實是一種負權 是賦予同學選擇法刑的權利 由這種負權而引申的一種教育 一種認知 去告訴現在依賴青少年 依賴校區培養是非官的青少年聽 你是應該開放空壞 你是應該尊重不同性向人事 是應該包容多元性別 而憤慾青少年學會包容多尊重 在香港從不過是 今天我幫我提出三個例子的答案 所以今天你答應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好 3分08秒 好 接著我們是反方的第二封鐵 師妹師妹你聽聽清楚清楚 好非常清楚 那你現在可以開始 可以 一把刀可以用來切菜也可以用來切肉 但落在一個兇手的手中 它就會成為一個武器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剛剛那個類比就是 有方今天全場攻擊我方的邏輯 有方跟我們說 法禁本身就是要限制長短法 有方和我先慢著 法禁本身在世界各地 在社會上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例如大陸 有些學校會逼那些男子女子 全部都一律不可以留長頭髮 在日本有些學校會逼男學生橙光頭 甚至在香港裏面 不同的學校都有不同做法的時候 有方和我為什麼可以拿一個方案 去論證整個法禁不合時宜 所以要今天討論辯題 是要從法禁的廣義下手 也就是最簡單 人對頭髮愛人的一個限制 就是釐清定義之後 我們就看有方今攻擊我方最大的壁處 它說是性別歧視 但有方和我今整個性別歧視 都只不過是基於香港一單案件 也就是黃忽南學校裡面的一個錯誤做法 你得出來的結論就和我們論證 法禁本身不合時宜 那我方一副就跟你說了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種族 有一些性別 有一些宗教因素的話 你可以是向學校證明 學校可以給你豁免的 甚至現時校服 香港教育的校服指引 都有種族歧視與平等條例 都說如果你證明到的話 它就可以豁免 甚至我方剛剛說的 甚至有方最擔心的性質焦慮 我說我方一副都跟你說 其實是可以拿到醫生證明 學校就會豁免給你 那有方今天所說的問題就全部解決了 所以我釐清定義之後 就是在有方今天兩大論點 第一個有方論點就說 全部世界國家都開放了 那香港都應該開放了 但是有方很明顯誤解了狀況 因為他們只不過是法律上開放了 實際學校在操作上面 他們依然可以實施法禁 而他們實施法禁背後的原因 都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們背後的法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正正看到青少年 在這個階段就會面對我方主便所說的兩種問題 第一個就是他會容易產生攀比 第二個就是他要學校 要準備中學生進入社會 所以有方問我們 是否要發禁你都不給 如果你這麼擔心攀比的話 你頭髮全部都要禁 衣服、鞋襪全部都要禁 我方回答你 是呀 校服存在的必獄就是這樣 這件事就是正正要減少大家的學生之間的攀比 去減少大家之間的差距 令到他的自卑感沒有那麼重 甚至我方主便都說了 如果學生有這種自卑感的話 他會甚至牽連到日常生活 甚至是中學本身都應該要教學生 怎樣去預備進入社會的時候 甚至有方質疑 他說紀律問題 但是領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專題文章 就說校服是學生身份的象徵 也可以建立特定的身份 這個確實而容 頭髮也就是校服的一部分 都可以幫助學生來建立自律 自尊自重的時候 有溫柔的質疑完全不成立 所以其實可見有方今天全場反對 多謝各位 好,3分04秒 跟進來 輪到台下發問的環節 都是111 即是發問、準備和回答 都是有一分鐘時間的 每一次發言前的15秒 亦都會有丁一行提示 一去到丁丁 就會必須停止發言 或者必須出來回答 好,沒有特別問題的話 我們也是 請正方的台下同學 請你開麥克風 開攝錄試一下 正方台下 嘗試一下說話 你先看 小小三 很快 先看且 г 去向前一步 好 講 對 這個位置很好 现在准备好可以开始 如果学生权利的社会趋势呢 如果没有惩罚禁的目的和作用何在呢 是不是立即是学生可以随意违反法禁 或者可以豁免呢 有方其实是不是都认同学生 应该因为法刑受罚 只是和我们讨论一个有名无实的 挂名挂名法禁呢 多谢各位 好,44秒 接下来一分钟 反方准备 好 好 准备时间结束 好 好 你有一分钟时间 示威示威 好,非常清楚 好,可以开始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第一条台下问我们 现时香港中学很重视学生自由 电眼汤这些都不是很过分 这些都是他的自由 但我方可以很肯定的答备 不是,因为我方主任就和你说了 这些虽然他看上去电眼汤好像没什么伤害那样 但是你回到学校你变了个雷鬼头 可能你染到头发五眼六色 你令到身边的同学可能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孤单不起 又或者根本就觉得自己不合群 或者因为你这样染完头发之后 而觉得自己不合群 而令到自己感到自卑的同学 这些就是所谓的影响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说学生自由 其实不是绝对 所有学生自由都应该跟回我方主任标准底下 也就是要维持了纪律 也就是要确保了一个好的学习和教育环境 才再去保障他的学生自由 而不是什么都不要做 如果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学生自由是这么重要的话 为什么有方是否觉得所有校规都应该取消 他们全部都是限制自由的时候 是否应该绝对取消 好,够了 接着来轮到反方的台下 请开咪开镜 那少许多代 declaring 不很清楚 这个声音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那现在好多了 好,准备好,可以开始 可以 主席、评判有 â同学在 各位大家好 有一方油指示 又很强调 学生应该有选择 还有cedes 例如中学生的特征 就是为什么大学生可以没有那么多规例 他们都没有法禁 而中学生需要 中学生和大学生是不同的 就和小学生一样 中学生他们依然是未完全发展 他们需要培育正确价值观 要有纪律 所以校规不是可以规范他们 而是有这个作用的 今天讲法禁 如果没有法禁的情况 就正如我主编所讲 会有比较 学生就会没有服从 有帮同我如果觉得选择才是最重要的 是校规这些可以选择 那是否所有校规都可以选择不担守 是否全部校规都不合时矣 都是过去的 好 49 秒 接着来是轮到正方准备一分钟时间 有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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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打开 词语 叮叮 好 请正方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再说一次 可以有点点点 示范 示范 请问大家清楚 现在很好了 好 可以开始 有朋友们今天问我们是否要校规 但我们一段时间说了 不是 而是要看那条校困应该存在 是否是合事业 看看是否合理 看看是否符合比例 后中说中学和大学生很不同 但其实是否真的不同 中学生是否代表他不是个体 是否代表他没有自己的表达权 大学生是否不需要自律性 是否不需要培养正確的价值观 其实有方说到 中学是为了步入社会作准备 其实都是为大学做准备 其实反问有方 社会都是没有法禁的 社会容许你做 甚至社会容许你做 不抵触法律 可以一起行为 有方这个论点其实不成 因为你这样说 中学都不应该实施法禁 谢谢各位 好 47秒 接下来是正方第二次台下发文 师妹 师妹 请问听不听到 好 非常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大家好 有方今天为什么不识 违反教育行政修设 和香港法律都要執行法禁呢 我原来是想学生自律 和融入社会 首先我方不明白 为什么想学生自律 不是靠佛辞到佛不交功课等等 规定学生得幸的效规 而是靠法禁 究竟学生没得选择法禁 为什么令他学会自律呢 我方实在想不明白 如果有方说不出法刑和自律的关系 说不出为什么想学生自律 就一定要在他外表里做文章 即是法禁这条规则的内容 它本身是不合理的 有方其实今天只是写一个禁字 而不是法禁这件事 那其实是否任何一条校规 都做到有方想要的效果呢 那又为什么要用法禁这条 处处抵触社会的规定呢 就算是这样 学生又是否真的可以学会自律呢 其实有方正在教一班 只懂得瞒从无理规则 不懂辨通的学生呢 这些是否学生应该学习的价值观 是否就帮助到学生的融合社会呢 多谢各位 好,51秒 接下来是准备时间1分钟 接下来是否认识 那么的话 是否认识 在说一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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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回答 感谢观看 非常清楚 可以开始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有方第二条台下问我们 中学生都是一个个体 都应该有他的自主权和大学生 没有什么分别 甚至学校应该要跟随社会 因为社会没有禁止 但有方同学 学校的目的是要预备中学生进入社会 但不代表他要跟社会的规则一模一样 不代表他跟社会一模一样 现在就是说有方今天全场一直忽略的 就是中学生他自己的特点 也就是他在青少年的时期 最容易感到自卑 最容易和人比较 而有方完全忽略 他也有自主权 我方承认 但是为什么学校第一个做法 为什么学校要跟随的原则 不是要去保障了他们 不要自卑 而不是要确保了他们的学习环境 确保了他们有一个心理健康 确保他们的学习环境 可以顺利进行吗 甚至有方问我们 他说法今有其他很多校规都做到 是的 我方承认其实学会都做到 但是这个为什么会是法今的闭嘱 好 好 够了 好 接下来是 反方第二次台合法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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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一下听不清楚 好 非常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学习环境大家好 今天有方整条主线 都只有一个词 就是觉得法那么矩的歧视性 因此变得不合时议 甚至有方议表出来 跟我们说 因为平时变得法那么矩的字 就代表我们不应讨论 一切的豁免情况 而今天我见到 现时的学校 都对服饰有很严密的要求 但是都会有一定的豁免 例如在宗教上 它会容许一些 犹太教和石刻教的同学 去包头巾 而我们都不会因为 这些豁免情况 而说学校对于 服饰没有任何的限制 而同样道理 在性别证谋下 我刚一口都说了 原来我们有医学诊断证明 可以证明到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有性别证图问题 而如果你真的证明到的时候 真的给你一个估便 去处理一些特别需求 所以究竟如果有这些估便情况下 有一个歧视成分 它已经在哪里 甚至原来 撇取长短头发 才有机会涉及歧视的问题 原来还有些法感 是关于无关歧视的问题 例如今夜演唱 在有方眼出 是否有一评除少 各位 好 刚好 一分钟准备 请参考 好,時間到,請派人回答 請問,聽不清楚? 好,清楚的,現在可以開始 各位,大家好,首先來到這裏,不要再問我取不取消法禁 今天變成是否不合時宜 不如先看清楚這條變題 即使是這樣,今天有方和我們說 本質是歧視,其實這一點有方和自己說出來 有方和自己都認同,整條法禁會造成宗教,性別,甚至是種種歧視 這點是有方和自己都認同的本質問題 何況,今天有方和理想邏輯 若然沒有這些歧視問題,那又何必需要豁免呢? 有方和我們先理解邏輯 何況,今天有方和我們說是用校服來類比 但有方和知不知道法禁和校服的兩者相差在哪裏 就是校服可以辨別一個學生的身份 例如行李和學校,甚至乎可以培養歸屬 但一個法型是否可以辨別你對學校的歸屬感 以及是否你的學校的學生 不可以,雖然兩者類比,根本是類比錯誤的時候 反問回合合合合,由頭到尾你回答我 一條歧視性的法例 好,請停止發言 好,接下來是雙方結辯一分鐘準備的時間 開始 好,請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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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够终,现在根据发言次序是由反方结练 首先发言,你将会有4分钟时间 去到3分半钟会有叮一响提示 去到4分钟就叮叮两响提示 试米试米,试米,请问听清不清晰 好,清楚的 好,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判主日一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自古以来,文明的建立是基于一些对人的限制 有原始社会,每一个人每一日为了不要被人杀死 淡惊受怕地生存 及后开始有法律、规则 令大家终于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生存 或是发展农业、发展经济等等 所以不同的限制对于人类社会是必然 对于更微观的校园仍然 在社会就有法律 在公司就是守则 在学校就是校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 校规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今天有康复整场 是忽视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香港中学生这些青少年的一个特质 他们是处于一个低自尊 培养自我价值的青少年时期 所以更需要这些外力去帮助他们 而学校作为青少年和社会的桥梁 擅装着这个重要角色 都要培养他们的个人品德 美国心理学家Lawrence Clover 就提到说 中学生的道德发展 绝对是由他论去到自律 循序漸进而来的 激发学生主动实践道德行为 才可以真正地达到目的 今天法庭借以同样的概念进行 提供一些头发上的限制 去培养他们自律的习惯 为未来铺路 但是有方认为什么呢? 有方认为他们的学生自由 他的选择权 其实是比这班学生 他们真正要出社会的未来发展 所以今天有方和双方出现三个分歧点 第一就是有方和整场 在说歧视问题 有方和我们说 法禁本质是有歧视性的 但其实这只是一些操作上的问题 有方和这些是 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呢? 就是学校在不适合的时候 都有太强烈的法禁措施 那便会导致有歧视性 今天其实 豁免也是法禁本质上的一件事 我们有豁免 例如我刚才台下也说到 例如有宗教问题 例如有性别障碍的问题 都可以有豁免的时候 这个情况 有方和我说不过去 第二问题 有方和我所说 他一直很强调的就是大势 不合时的这个问题 他和我整场前撤 和他说法禁不合时是什么呢? 就是说世界大势 所吹 世界反歧视反强迫 但我方一副其实已经澄清了 其他国家是仲有法 即是法上没有 所以有方的前撤 但是不合时这个前撤 是已经没有了 是不成立的了 第三 我和他说 违反教育理念 违反社会教责 但是有方和他有没有看 我和他说长毛事件 但是最后 程教署做了什么? 程教署把男女囚犯的发型 划一 全部都要剪短头发 所以问题就是 有方程教署知道自己做错 所以他就划一了头发 所以就不存在其事问题 第二就是有方和他说 教育守质的行政手质里面 和他说要尊重多元性 要包容 没错 我们知道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问题是 今天我们是要看一个框架下 让他自由 让他学习这些事情 今天我和他说 是不是全部的筆都要统一 不是 但是有些会令到影响到人的雷射筆 这些等等的影响到其他同学 学习的事情 就不可以 那今天发型是同样的 例如他剃染 他整个雷鬼头 他回到学校会影响别人 再加上清权这个特质 就是他的心理很不稳定 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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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立培养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 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同学 成文会考虑过 所以今天 今天 今天 其实是没有违反教育理念 我和他说 所以今天其实 发型不能够 也都不应该是 解决所有中学生 面对问题的零丹妙弱 我方也都不期望 发型会令到学生 立即成绩突飞猛进 稳得高尚 对于中学生 建构未来的帮助 不是一定要惊天动地 才可以在现今社会 能够有蜡烛之地 如果今天他可以成为 教育系统 当中一小半的企业 推动去完善中学生的 整套道德教育 或者这个才是 发禁在香港最适合的角色 多谢各位 好 4分09秒 好 接下来是 轮到今场比赛 最后一位发言的面员 正方见面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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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清楚 证明 你现在可以 开始 聽完全場我很想問幾個問題 究竟今天學生透過法刑表達自我有什麼錯 錯到要被警告停課 甚至要被隔離自一個系醫療室到上課 當學生只是想留在一個明紀尼米 在範圍那裡踢過波案卷的時候 究竟是錯在違反道德底線 就好被偷竊霸凌 他錯在違反真善美的追求 好被說謊騙老師 還是他錯在阻止學校管理學生 會造成紀律混亂 就好被在學校打架 當今天有方連法庭如何符合 校規公民都證明不到的時候 再不能夠找到支持法庭的理據的時候 那就已經證明了他不合時意 各位大家好 如果這裡是法庭的話 相信已經進入了結案層次的環節 不如就讓我們看看能否同案的判辭 判辭指懲教署要確保監獄紀律 和對囚犯私家社會上 對男性和女性的基地罪人之間 是缺乏合理的關聯 有方今天自己對法庭的定義 是對頭髮的任何限制 但他又不肯和我們討論長短髮 不要緊 因為他一萬步和你說電眼康 今天有方也證明不到 確保學生遵守學校紀律和髮禁之間有什麼關係 為甚麼染髮一定等於一 為甚麼電鞍毛一定是代表他會粗口爛舌呢 如果要形容今天如果要形容有方 我會形容有方一個失敗的教育者 為甚麼呢 因為今天有方連教育意義都不明白 現今香港說的是應該被學生傳入發展 應該尊重學生的時候 有方所追索所維護的法庭 他的本質是用不合理的手段來懲罰學生 造成性別和種族歧視的規矩 原來這些就是有方眼中合時的教育理念 第二呢 有方今天很故告自封 有方今天連事實都出錯 他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日韓台的法庭其實只是程度的分別 但其實不是的 今天在說的是當部首部香港的日韓台 日韓和台灣全面廢除法庭的時候 當世界是清少人一個到達過去的時候 有方不理 反而最早跟我們說 沒有法庭容易產生攀比心理 所以跟我說 連對排甚麼牌子 連對問甚麼顏色的限制 不知多少錢都要管的時候 有方眼中的香港的潮流就是這樣 台上那樣會變緣不合 我再內加一個學生 不如我們貼地點由學生的角度出發 其實作為學生 都只不過想要一個令自己備受關懷 去包容接納自己的環境 而這些就是有方口中 學校應該為學生提供的環境 但當今天發這本書學生 那些男生就要留長頭髮 讓他們覺得留長頭髮就是依賴 是哪一型不是正常男生的時候 這種觀念一旦在學生心裏面發芽 才會造成歧視同化來的出現 有方自己都會說 學校是應該教導學生正確的價值觀的時候 今天學校作為學生確立正確價值觀的途徑 實施發覺不僅會加歧視 更加在教學生錯誤落後觀念的時候 有方是否覺得學校對學生實施這些 那麼落後的教育觀念 教育你如何符合不到的規條 才算得上是與時並進呢 多學校提倡包容的時候 但就繼續實施發禁停留在上世紀的香港 可以用這種落後的觀念復讀學生 這種做法又怎會是及時宜呢 這次今天別題你答應了 謝謝各位 3分26秒 好,接下來請幾位評伴 可能都整理一下分子了 也提提大家 有整體合作分是逐個項目去填的 亦都有一個叫做街辨的項目 我請大家選出三位 你覺得今天不表現較好的 再將他們排名前 最好的位30 接著20 最後10 去給這個分 我們再等一兩分鐘 請大家整理最後的分子 一會兒的程序就是我會下載分子 我會電郵去大家提供的電郵 麻煩你就可以確實 而同一時間我都會輪手請三位評判 去給一些意見三方的參賽同學 當幾位評判的合分和評語都完成之後 我就會正式宣佈採光 不好意思主席 可不可以現在正在整理分子的時候 可不可以立即進去廁所 好 好 但是都盡快 我給大家三分鐘 麻煩你 蔡sir和譚先生和王sir 你介不介意我先給評語 因為我接著還有第二場主席 要過去幫忙處理11點 可不可以 麻煩你 謝謝 謝謝 好 我待會兒會請袁sir說這個評語 好 好 那袁sir 因為你的分子你知你直接看到 我不故意發給你 好 那我們就稍等 說話 我似乎很需要去洗手間 你讓我們洗手間回來 我們就由袁sir開始給評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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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骗大家了 变题是我推出的 其实我会觉得今天双方在讨论变团上 其实大家都是要去厘清的 其实我们讨论一件事不是不合时宜的时候 那件事不是等于应该要取消 其实两个概念不同的 就是可能我举个例子 譬如现在我们香港人和中国人我们结婚 我们有机会会过大礼 有些人可能他真的要买很多果栏 买很多婚宴的东西去旅家的家 那这件事其实可能是不合时宜的 就是对于某些人来说 但是是不是代表应该要取消呢 所以今天我们的变题有统论进点 其实我们应该是事实去分辨 究竟这件事是否和现时的社会的价值观上面有些冲突 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去讨论究竟是有冲突 还是没有冲突 所以那个重点就不是取消其他效规 那这个我自己个人的见解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呢 其实今天双方在主线上的设立上面 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有去讲的 不过我自己比较欣赏的就是正方的主线上的设立 我不是觉得反方不觉得反方也很好的 但是我要讲为什么呢 其实反方的主线的设立上面呢 有一件事呢 是在我将分子里面是能够反映出来的 是你们是比正方做得好呢 就是在资料的搜集上面呢 相对来说今天反方的资料的运用 是比正方多和理想的稍微 那所以在那个资料运用上面 和在主线上面 资料分数的那个格格上面呢 其实反方我会比较高分点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正方今天另外一个比较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不合时而上的设入点 相对来说比较多 就是他会从法律的价值 教育 和时代的背景去做铺陈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 今场变题里面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就是究竟那样东西合不合时而呢 不是只是讨论中 其他国际社会是怎么样 或者本意上面 究竟他对社会上面有什么作用 这一层呢是我们第一层要去讨论的 但是第二层要讨论的就是 我们认同的社会其实是不断地改变着 就是我们的社会上面的价值是在改变着 那么当我们去改变的时候 究竟当我们去讨论头发的发型的时候 学校去规限学生的发型的时候 究竟对于社会的背景上面 不断变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改变呢 他说其实都不是的 其实就算怎么改都好 其实或者他怎么改都好 其实在社会上面 依然有一些的价值观出了来 但我觉得反方 其实稍为这一方面上面 不是未必很仔细讨论得到 究竟那个价值在哪里 就是你今天说了有很多影响 就是如果弄一个头出来 很厉害的 火云头出来 会影响到人的 那究竟那个影响是什么的影响呢 不是很见得到 其实我会觉得今天反方 在后场上面的讨论上面 其实尤其在二副委上面 提过某一些社会价值 教育价值 或者去讨论究竟是不是全禁 究竟是减少差上面 我觉得是做得理想的 但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 你在前场上面 开完主线 中间仿佛断开了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上面 如果可以再承接下去 其实那个主线就会好很多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 我觉得今天比赛上面 大家引用了很多外国的例子 但是变题里面 夸死了 是现今香港 就是我觉得 大家在讨论变题上面的时候 如果能够扣回多一点 香港现在的现况 香港的状态 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包括了香港的法律 香港的价值 或者香港本身的时代背景 那就会相对理想了 我觉得今天双方的表现都很出色 我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两位评判了 多谢大家 谢谢袁sir 可能袁sir要退场先 根据评判名单上的次序 我们先请那沙少远中文辩论队前队长 给大家一些评议 谢谢 多谢赛会邀请 我觉得今天的评语 在整个方面 我会认为 两方面 讨论的东西都很深入 我觉得两方面 可以讨论到很深入 但两方面 我听完大家的主线 甚至是全场之后 我的感觉是很多 应该被触合的议题 或者深度 比我想像中浅 甚至浅很多 我期望两边的讨论 应该深入多很多 首先我分两部分 就是我对于两边的主线 和一些主要的前场 我自己的判准和看法 对于政方的主线 都是说的 都是那些事情来的 例如其他地方的做法 香港的社会价值 和教育理念 但是稍然是一些 我会认为 一些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 说了出来 但没有去重复 例如很简单 比如说 你讲了一些欧美的例子 日本和韩国的例子 就说他们已经是立法禁止了 我会认为 法禁 反方是有质疑 究竟那些地方 只是在法例上 不写法禁 还是法例禁止学校 行法禁 这似乎 后者是正方想说的 正方去到结辨 才拿出来 说是怎样 但是有个位置 我听完正方的开辨 我也有个问题 究竟那些地方 是否写得好像看法 法例禁止学校 不准有这种 法例 我认为在资料上的准确 或者可以对比判的信心 我觉得正方的条线是没问题的 但是那些 很后期 第二就是两个案例 我稍后会详细说 因为我自己也有少少 法例和我对行政法 也是有兴趣的 所以那些我可以调多一点 那些例子 不太支持到你们的点 但那些点是没问题的 反方的想法就是 我的想法是 我听完你们的论点 尤其是第一个论点 我想起唐伯虎 不知道你们太小了 也不太大 可能其他评判或教练也有看 我想起那一幕 周星馳去到唐府做叛读书童的时候 然后就想周星馳 想周星馳更恶地对待他们 然后那两个人就当他们大佬 然后周星馳 周星馳说完 周星馳说到他的位置 你这样对我 你会令我内分被失调 有这样的感觉 我听完你们第一个论点 我觉得挺夸张 我听完你们 虽然你们一带 有四五个权威去说 究竟如果回到学校 我看到我旁边的同学 我染了头髮头 发型很帅 剪了长头发 然后发觉 他有钱过我 可能他比我超过我 然后我就很自卑 然后我就会 不知道你们 就会有情绪病 或者情绪问题 你们想说的话 我觉得 哇 玩得这么大 我的反方论点 我觉得你也选择了一个很难 尤其是我的感觉 我不知道其他两位评判的感觉 但我会觉得 是不是要去到那个位置 一个发型的不同 会影响到我的心理健康 这个位置 反方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位置 我是有些 可能也想不到 论点 但是 你是选择了一个很难 而且你们很多事 你们真的 几个病人一直都有这样 你要赚 你不得善 但是 这条线本身是一个 都很难去抑制的感觉 我很直白地说 我听完你的主线 尤其是论点一的感觉 论点二是可以的 但是 我觉得两边都没有去触碰一样东西 就是 反方有没有到正方去谈问 就是 是不是所有下规则取消 正方说 不是 正方说 正方说 有些效规则 正方的答法就是 不是所有效规都要取消 要看效规是否合理 和合乎 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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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场很想听到大家觉得 因为两边没有人觉得效规是不应该存在的 那 效法刑 或者对于法刑的规范 属于校服的一部分 这一件事 究竟是 多有多合理 或者是否合乎 这个我觉得是两边都很需要去讨论 但是 好像不是太过讨论到的位置 有的 有的 去到台下就有了 去台下 正方回答了一次 他说 校服和发型的分别 他说 校服是可以代表到你那个学生 作为那间学校的学生的身份 所以校服是有它存在的意义 和需要维持的意义 但是发型不属于 你答了一些 我觉得 但是我不肯定 这个答案 我觉得不是 因为如果根据正方的逻辑 就只是你的校胎和你的校章 才有意义 对于男生来说 我说男生的校服 好像不太方便 我说男生的校服 男生的校服 可能很多都是白色衣服 有些校章 不说衣服 不说衣服 正方 如果正方觉得校服 只是用来去代表 你这间学校 我作为学校一部分 和我和同学一起 将校服回来 去增加学生对于学校 和学校的团体 的归属感的话 其实就只是校胎 或者有你的校章 有你的校名 的那些 校服的保护 才有意义 但公司不是 校服 是包含褲子 甚至乎 起码我读的那间学校 学校的校服 是会 我刚才觉得有趣 可能是不可以穿白襪 很可笑的 垃圾是不可以穿白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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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黑襪和灰襪 你不要管为什么 他穿的校服就是这样 校服的规定就是这样 鞋当然有黑色的皮鞋 等等等等 皮带就一定要 所以 校服是否只是 你代表那间学校的 团体感 我自己觉得 是更多 我自己会觉得 有一种 我觉得两边都要说 就是 我觉得校服也是 训练一个小朋友 对于自己的移动 整理 所以他将来 发觉 是的 这一样东西 你打理自己的移动 每一天出街 要照镜 看看自己是否整洁 是否要穿上 衣服 是否要穿上 衣服 褲和鞋 去训练你 每一天的 培训练 这个我觉得 是校服的 很基本的原则 那头发 算不算是一种 我觉得 这一类的讨论 要在 刚才的比赛 发生 又似乎 不是很发生 我的反方 我就会说 为什么头发 我以为 第二个点 就是 你将来 做事 你去整理 你的法 你每天打 你的法 你梳得整洁 去上班 我说得白一点 你 染到头 是淡蓝色的 其实你很多功 是接受不了的 警察 当然 我相信老师 是 一些公司 可能是中环大 大律师楼 大会计师楼 大公司 其实他不是会罚你 但是他接受不了 那些人会在背后说你 或者他不会请你 这些就是 发型 发型 原来都该是属于 那种效果 的一部分 但是两边都要和我说 一 一 发型 在整件事里面 有多接近 但是 反方上 还想向那种方向 是没有太过 拉近 所以 所以主线我都觉得是比较shallow的 对于几个战场的看法 第一个,程教署梁国航关不关系 我首先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不关系 但两边都说得很陷糊 两边都说得很陷糊 我看法就是因为梁国航是一宗对政府政策的司法复合 你进入法院 你进入法院 我再继续说 梁国航是一个囚犯复合一个政府政策 而学校的校规不是一个政府政策 所以本质上是两件事 还要记住 去到监狱,他是剃你的头发 他直接拿个剃书刀剃你的头发 我还未坐牢 所以本质上两件事不相同 下一个位置就是 他在判事里面有讨论过 究竟法刑和监狱的规定 有什么理解 而法院认为 我觉得在监狱里面是证据不到 或者我没想到 我没错,我没坐牢 也不是成教署 我没有深入 但其实学校是证据到 我刚才没有证据到 我刚才证据到 整理你的法刑和法刑有一致性 这件事对于教育是有作用的 这个反方尝试说 但我觉得说得不深入 我刚才有一个深入的版本想说出来 其实是有的 所以其实是准备到 评教署的案件 在家务的案件和学校的案件 在我的心目中 当然这个案件两边都尝试说 但又是很shadow 我整个太平语都是这句 两边都尝试触到一些东西 但又很浅说得 所以两边都不高分 很多位台下是很低分的 我两张分纸 因为最后的分纸 我给了赢的那边是高分的 亦是分不到很强的胜负 因为两边都很浅薄 因为两边都很浅薄 看看 刚才想说 程教署 然后有一个位置 我又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说得这么多 究竟今天是讲长短头发 还是讲染发和烫发 我都觉得反方 其实都很明显 是说所有发型的限制 都很明显 我都很明显 不知道有没有理解 正方就好像想误到反方 只是想讲染发那些 只是想讲那些潮人那些 但是反方不是 反方是很明显 反方是堂堂正正想说 所有对于发型的限制 包括多长或多短 当然每间学校有不同 你现在学校是可以痴线 女校都很大 全部都是短头发的 全部都是光头 是可以的 是你现在学校里面的东西 这是我听反方的立场 所以我不有不同的timing 为什么有些时间放在那些 discussion上 法律和校规的分别 讲了 我以为我会有很多东西讲 但我又好像差不多 但是最主要的东西 都是两边都尝试 一些讨论 但是是浅的 很多问题是讨论不到 还有反方的第一个论点 是有点怪的 主要讨论是 看看黄先生还有没有其他评论 好,首先多谢谭先生的评论 对了 不好意思,我还在放下一场的同学进来 因为也有老师要帮同学设计 那位老师要赶着去帮另一些对赛队 做评判 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折衷安排 麻烦大家 而黄文杰老师也细心想到 其实如果他现在说回第一场的评论 又或者会对入了一场的 下一场的发挥可能有些影响 所以他也主动提出 不如他也不说评论 我估论也是 双方可以适合百周的同学 和港湖的同学 可以封过赛会 然后我们联络回 黄文杰老师 可能是六段音 说回一点评论 给大家 好吗 那就是了 我估计是宣布赛果 因为另外两位评判都给了评论 我估计是正式宣布赛果 正如刚才谭先生所说的 今天的赛果是非常接近的 赛果是两票和一票 另外最佳辩论员就是由一票那方得到的 好 那我现在就正式宣布 好 那我正式宣布赛果 今天的票数是2比1正方王胜 而最佳辩论员是反方第二负辩 恭喜各位得奖的同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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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